老公的好友,我老公沉寂不在家,他到深圳出差去了,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家,懒得做饭,就在厨房泡方便面,电视在客厅里寂寞地开着,电话铃骤然响起,是方凯,沉寂的死党。 十分钟后,方凯就坐在了我家的沙发上,他说他刚刚吃过,他看着我吃方便面,我狼吞虎咽地吃,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,我们聊天,说到沉寂,说到方凯的太太安雅,说到他们两岁的儿子豆豆,小屋的秘密冲动地出轨,家里有个孩子热闹多了,你们怎么不要个孩子,都结婚六七年了,方凯随便。 一问,我的脸就红了,我何尝不想有个孩子,我们一直没有避遇,却一直也没怀上,我和陈吉从没到医院去检查过,在我内心深处,有着深深的恐惧,我不敢去医院,害怕真的查出是我的问题,没有孩子的日子,我和陈吉对彼此反而更迁就,潜意识里,我觉得对不起他,他倒是无所谓,不止一次对我说过, 我就是他的孩子,就冲这一点,我对他别无所求。方凯看我走了神,伸出一只张开的手在我眼前晃动,我们相试一笑,这是第一次我们在没有陈吉和安雅的情况下见面,我们并不生粉。 方凯在家里坐了两个多小时,我们看完了一张影碟,聊得很开心。 陈吉回来后,方凯又来过两回,八月的一天,方凯打电话给我,约我出去喝茶,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,我很想说,我是你朋友的妻子,话还没有出口,就觉得太俗气了,简直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。 我略施粉带,就出了门,我的出现让方凯眼前一亮,我和方凯相对做,我们喝茶聊天,我们绝口不提陈吉。 安雅和豆豆,我们都在小心地把那时耐克同生活隔绝开来,这样的约会大约三四次的样子。 我们只是喝茶聊天,不能想象陈吉要是知道了会是什么反应。 安雅呢,其实我们也没有做错什么呀,于是心安理得的赴约,从来没有想过生活里会又出现一个男人。 即使是异性朋友,我的向往是有老公有孩子的平静生活,也许因为没有孩子,注定早晚会打破这种平静。 九月,陈吉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,那是间十五平方的小屋,在武汉的一个礼笼里,木制的地板,光着脚踩上去甚至会滋滋的响。 木制的窗户上刷着绿色的油漆,还有竹帘遮太阳,还有梳,满架子的梳,再就是床,一张大大的木头床上铺着一张蓝格子床单,如果你喜欢,随时可以来。 陈吉把一把钥匙放在我的手里,我想想过家外有家的生活,在我和陈吉的家之外,我再有一方属于自己的天空,居然实现了。 而且,这方天空下还有一个男人,我被这种隐秘的快感刺激着,我居然没有拒绝,我握住了那把钥匙,没有了是非观念。 你为什么要租房子呢?离我单位近啊,中午可以过来休息,你真是奢侈啊。 安雅知道吗?怎么会让她知道呢? 那个下午,我们在房子里看书聊天,我很享受。 谁说成年男女间不会有纯真的友谊? 我和方凯不就是吗?我们像两个玩过家家的孩子。 之后,那个地方成了我的另一个家,有时我和陈吉吵了架,我会去那里待上一两个小时,有时我无意间路过那里,也会上去,轻轻扫扫,看看门窗关好了没有。 这个地方离我和陈吉的家不过两站路,却是另一个世界,这间小屋在我心中的分量越来越重。 九月下旬,我和方凯在小屋里不期而遇,我刚和陈吉吵完架,而方凯是加班加累了。 过来坐一坐,他进来的时候,我正哭得伤心。 陈吉这家伙又欺负你了吗?还是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了? 他很自然地从背后搂住我,我的身体一抖,我想挣扎出来,他却越搂越紧。 我和陈吉吵架,是因为三楼的李太太多事,本来我和陈吉一起买菜。 遇上六十岁的李太太,他喊住我拉家长,东扯西拉说了半天,然后问,怎么不要的孩子呢? 是不是有什么病?有病就要早治啊。 现在医学发达,能治好的,我想也许我真的需要一个孩子了。 无论如何,孩子可以证明我是一个正常的女人。 哪怕是怀孕,让肚子鼓起来一次,我再把她打掉。 一回家,我就和陈吉商量这事。 他却发起火来,你不是说过只是实际味道吗? 用得着去医院,自己吓自己吗? 医院,就是没病都要整出点病癌的地方。 我们就为这吵了起来。 我觉得,我们的的确确需要一个孩子了。 而他认为,凡事要顺其自然。 为了要一个孩子,为了封别人的嘴,我甚至愿意面对我最不愿意面对的一切。 为什么他不理解我的心? 我把自己的隐私毫无顾虑地泄露给另一个男人,试图在他那里找到答案。 他没有回答,只是拍着我的背,然后吻我。 我的心变得很安静,那个黄昏,我们彼此交付。 之后,我无比地后悔,我怎么能和老公的朋友发生关系呢? 我这是怎么了?就算是和陈吉吵了几句,也不是原则性的问题啊。 我把钥匙放在桌上,仓华而逃。 方凯怎么道歉? 怎么解释? 我也听不进去,真相得背后十月。 我向来准时的例价没有来。 我偷偷去妇产科检查月经不调,不会是怀猫猫了吧? 医生看了我一眼,去查个尿再来。 我把结果拿给医生看。 你有了? 要不要? 什么有了? 孩子啊,真是一个天大的玩笑。 我当时想向全世界宣布我有孩子了,第一个电话打给了陈姐。 我有了,我有了,我终于有了。 有什么? 孩子啊,接下来的一个星期,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。 我终于过上了我理想的生活。 有老公,有孩子,在家里。 陈吉什么也不让我做。 在心里,和方凯的那一段就像一场梦。 过去了也就过去了。 生活呀生活,真是太美好了。 一天回家。 陈吉一个人在掉眼泪。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哭。 你怎么了? 工作上遇到麻烦了吗? 我一边问,一边去厨房给他倒水。 我们离婚吧。 陈吉抬起头,很认真的说。 为什么? 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? 我们的宝宝也快来了。 我百思不得其解。 心里又担心我和方凯的事,他已经知道了。 那天晚上,陈吉一直没有回答我。 对我特别低温存。 陈吉离开的那天,一点迹象都没有。 早上醒来,早餐像往常一样已经在炉子上。 屋子里的地明显被拖过。 还有些地方没有干。 我在吃早餐的时候,看到陈吉放在桌上的那封信。 小萱你好。 原谅我的不辞而别。 不是你不好。 是我。 我没有勇气面对你和孩子。 因为那孩子不是我的。 早在三年前,我就瞒着你去过医院。 医生说,我没有生育能力。 我怕你知道。 所以一直不让你去医院检查,不管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。 你一定要留下来。 我知道你一直想当妈妈。 你的年龄也不小了。 时间到了。 我会回来办离婚手续。 安心生养。 祝顺利。 生活总在意料之外。 我的第一个想法,就是给方凯打电话。 打电话的时候才发现,我根本没有她的手机号。 只有她的家庭号码。 电话是她太太安雅接的。 小萱姐啊。 这么久也不打个电话来,安雅很亲热的样子。 方凯不在家。 我留下口绪。 陈吉离家出走了。 请他帮我找。 方凯一回家就给我电话。 问是怎么了? 那个黄昏之后,我和方凯的关系恢复到了正常的轨道。 我犹豫了片刻,还是没有告诉他我怀孕的事。 只说了陈吉的不辞而别。 让他一有消息就告诉我。 陈吉好好的活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。 只是不想见我。 我的手机偶尔会收到陈吉的短信。 他总是问孩子。 他说我留下孩子。 就是对他最好的原谅。 这些日子以来,我一直在犹豫。 要不要这个孩子。 他的到来是多么的不容易。 也是多么的不光彩。 他诞生在欺骗和背叛的缝隙里。 又是宽容和良知给了他生存的理由。 但是,孩子总得有个父亲的。 既然我一辈子都不打算告诉方凯孩子是他的。 那么我应该原谅陈吉嘛。 即使他真的愿意接受这个孩子。 或者,我应该去寻找新的幸福。 大家觉得今天的故事怎么样? 喜欢或者不喜欢都请留下你们的跟帖。 也可以看看有没有触动到你们的地方呢。 要是有意见或者投稿,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的。 小编会认真看的。 祝你们天天开心,本内容纯属虚构。 如有雷同,纯属巧合。